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此次出兵人数在十四万以上 只留下少量队伍驻防 出动如此众多的军队 这在清朝与大明之间长颜累月的战争中都不曾有过 虽然后劲伤亡惨重 但是后劲的几辆盾车还是攻到了城下 城上的明镜被火药卷在棉被里置下 然后把火箭引燃 顿时火焰升腾 后劲兵兵都被活活烧死 攻城持续了三天 后劲除了增加伤亡之外 毫无进展 努尔哈赤亲自独战 结果正好被红衣大炮的炮石击中 身负重伤 只好脉退 快走 快点 快走 崇祯皇帝可以重的兵力原本有三支 一是吴三贵的辽东金瑞 正守卫着明朝在关外最后一座城池 一支是湖北的左梁御军 骄横跋扈 却被李四成重重挫败 三一支便是陕西总督孙传平孔帅的三边官兵 这是崇祯皇帝对付起义军的主力部队 然而正是这支朝廷禁令 却在河南辖县被李四成全部歼灭 为了保卫精师 除了抽掉吴三贵的军队外 崇祯已别无他法 吴军入关 放弃银远 也就意味着山海关外的所有土地将全部落入清军之手 进城街坊 让兄弟们逍遥三天 抢前抢两抢衙门 一个风云突变 天翻地覆的军队 这一年大明帝国走到了尽头 1644年甲深之变 是如此真实的充满变数 公元1619年 宁万历四十七年 萨尔虎亦明军大败 辽北河山近落摩尔哈赤之手 后今连战连结 虎视中原 明军由功转手 士气大腿 大灵王朝上下陷入一片风雨飘摇的黄黄之中 万里震怒 轮武百官 竟无一人敢担收复失地之人 重拾朕做的太子朱长洛 力见熊廷碧将军出师了断 是战是和 各位可有什么看法 傅涵说过 平儿几路来 我只一路去 我大金连下树城 形势大好 当然该战 独二滚哥哥说得好 傅涵 不如我们一路挥军南下 直到北京城 傅涵 杀敌一万 自损三千 大金连年征战 又好其大 在多尔滚的立主下 清朝决定趁此大好拿鸡 禁军还位 在起兵灭明 从父亲莫尔哈赤开始 爱兴绝朝家族几十年来 一直梦想禁军温然 进而占据北京 我还没跟明军玩够呢 等我拿下锦州 再说吧 皇上天天都在为辽东的战事担扰 父皇分忧 辽东战事危急 儿臣恳庆父皇 遵许儿臣亲自领兵前往 为我大明扫平寇贼 在 选职 赤丰父皇为从一品护国将军 领八千精兵 与河南都指挥使一同前往辽东 是 谢父皇 后京政权崛起于隶属于明王朝的建筑集区 这个政权就是日后已清命名的王朝的前身 他在努尔哈士的领导下不仅日益强大 而且建立了一支骁勇善战的八旗军队 对明王朝忽视大胆 时刻准备入住永远 西方交换后 后继政权占领了明王朝辽东大片地区 从真币刚刚登记的时候 辽东局势的变化 已经严重影响到明王朝江山设计的安围 后京三路大军 从洗风口呼入赛内 一路大败各地明军 后京三路大军 从洗风口呼入赛内 一路大败各地明军 太极帅八旗军兵 向锦州方面进攻 1927年5月 兵临锦州城下 此时 明朝上层同志集团总结了宁远之战的经验 明确提出了平成固守的战略防针 看来明军都让我们给下落了 双方接战后 流艇以火枪 火炮 骑射 附近军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 后京反复军军 full 都为明军击 明军火药弓箭用尽,内外断绝,后今得以进展,战斗从上午持续到了晚间。 众爱卿平身,谢皇上。 朕昨日查看了一下辽东战况,熊廷碧将军果然不负众望,杖下将士精诚固守,拒敌千里,朕甚敢快味。 传朕之意,家伯辽响一百万两,即日送往前线。 回皇上,边境连年征战,国库空虚,加之皇上已减免了各地的捐税,这家伯的响赢,恐怕一时难以凑齐啊。 即使如此,那就用宫里的内堂吧,朕以后会让宫里少些铺帐。 皇上心计大同,按惯例,宫里的务实器具都应修器换心,几位娘娘们的用度也需要引走。 臣下还是另想办法吧。 爱情好意,朕心领了,朕知道,你们的办法,无非就是追捐加税,到头来,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众爱情,民,乃国之根本,百姓安居乐业,则国富民强,百姓怨声载道,则是亡国之招。 谁可载轴,亦可负轴。 众爱情,要切解在心。 今日,能与众将士齐聚一堂,朕甚是欢悦,但若就此匆匆别过,时不尽兴。 来,朕就与众将士碰饮三大碗。 赫赫十足,丰功伟业,创我大明王朝,雄历东方。 欧等不才,赵告列祖列宗,皇天后土,雄心未敏,约数百年,旗帜不衰。 旗帜不衰不衰。 事变沧桑,终更蹉跎,现金贼狂虐犯我天朝,建我河山,杀我妻儿父老。 雕海以东,为人以众,事可忍,孰不可忍。 可泱泱大国,庆游伦絮。 金贼不灭,可以为家。 犯我大明朝,我必诛之。 我必诛之,我必诛之。 金,国弹当头,社稷临危。 身为堂堂七尺男儿热血丈夫,功名之相马前曲。 看我三军上下,剑俱愤,金武者军,誓讨葫芦。 为国捐躯者,虽死有种。 我大明上下,君臣以信,为我国土,故,朕以为此战必胜。 祝不尽舍贴。 常乐今天,敬中将士三碗热酒,恭送王师出征。 此务此志,永世勿宣。 永世勿宣! 你快乐,你 chairs! 我能活着儿子,ные少年不可不得。 我能活着儿子,你raciqpapapar. 不需要多数字,我们把你拥有着。 我能活着儿子,不需要十分钟。 尽荡荡 传我的令 出关 作为大陵帝国 最重要的边皇要塞 山海关 素有天下第一巡官之城 他都临大海 没有巡山 山海相依 一手难攻 山海关不仅是 捍卫京师的重要屏障 更将来自关外青年的威胁 巨致千里 吓人 多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639年 经过几年的修正之后 清军开始向明软 锦州防线发动进攻 拉开了松井大战的序幕 在明军大营和松山 杏山之间切断明军的两道 将明军置于包围之中 此时 清军在人员数量和战略地位上已处于明显优势 再次交战 但是双方仍然未分胜负 此时 明军密布已有所动用 接下来 红虫头指挥大军全面进攻 但是 清军反强阻击 明军终不能突破 自公元五世纪 马凳被发明后 骑兵的威力有了巨大的飞跃 由于马凳的出现 士兵骑在马上有了稳固的疑惑 就能手持长矛 利用战马奔驰而产生的强大冲击力四项敌人 这种冲击力不仅体现在单兵战斗力上 也体现了骑兵极强的突破努力和心灵震慑 虽然 明代火枪火炮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但是 由于技术还不成熟 传统的骑兵和手持长矛 封骨的步兵 依然是战场上的主力 在二十多年的统一女帧的战争之后 努尔哈池的后径军队有了丰富的战术和战斗经验 加致女帧人的半游牧 半渔猎生产生活方式 民众皆善于骑马射箭 使其在冷兵器时代具有了非常强大的战斗能力 想不到多而闻 只凭五千精兵 黄太极率连后径军式的这次长途奔袭 获得的战果丰厚 八旗铁骑所到之处 城转近毁 人民奔往 后径在掳掠大量人口和财务后 撤回关外 此后 黄太极又多次以八旗铁骑 联合漠南蒙古 掳掠华北地区 全城军民沦为俘虏 后今驻军抚顺五日分配俘虏 然后拆毁城市而返 奴尔哈士的剑中语针突然发难后 明朝朝野郑重 决定发兵蒸发 出兵前 明朝向奴尔哈士提出 奴尔哈士只要释放为掳掠人口就可以既往不咎 后今非但不放人 还提出明朝给予银两不博等无理要求 决心与民开战争 赴予其兵具有极强的战略机动性和突击能力 所以往往得以决定战争的时间地点和规模 努尔哈士的后进军队则完全反映了骑兵的这种战略优势 直到火器得到初步发展后 骑兵的优势才得到抑制 明朝军队非常注重火器的装备和训练 正是凭借火器和其他战斗器下的优势 明朝才得以勉强向蒙古参与势力 限制在长城以为 凭借火器跟狼藏 Williams 杀育装备和整装备强向李鼠 准备的这种战略 快 救命啊 受痛了 健美啊 准备口 准备口 抆备口 准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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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朝决定 人民阳昊 为辽东京运 同帅杜松 刘廷 马林 以卢柏次部 杨浩主持谋划 对于征讨努尔哈赤 杨浩提出了所谓 封禁合击的战略布置 全军分为四路 西路由杜松率领 由西面攻打后京都城赫图阿拉 北路由马林为主将 向南攻赫图阿拉的北面 南部分为两路 一路为中南路 为辽东总兵米如白主持 进攻赫图阿拉南面 一路为侧南路 由主将刘廷率领 从东南方出发 攻打赫图阿拉东面 各部分别进军 然后在约定的时间 四面合围后京 内部强定 外部援军 明朝发而入地 从这中央明白 他和他的大明王朝 最后时刻 已经来临 清军入关后 原本极力向削弱的君主专制 反而得到了进步的加强 原本符合世界军事发展潮流的 婆媳为主的治军方针 变成了骑射为伴的国策 就在端午那天 消息传满 铁梯踏破大明江山 皇朝轰然兴奋 认之下 出任礼部尚属 自有一番寿命于危难之际的 转换情 社会的倒退 毅然激起 尽管各族人民的强烈按钢 一时间 汉 梦 灰 壮 等各族政府纷纷起来反抗 但其中最主要的 还是南方人民的反心斗争 保佑我家主人黄玄路上一路走好 也多保佑一些天下英勇之士吧 这位仁兄 我是从山东济南城逃出来的 我家主人是山东巡岸御史宋大人 他就是一个文官啊 情急之下 也带兵了 就在正月里 城破了 十几万人啊 我家大人 眷居了 眷居了 光玄路上一路走好 莫柴雅兄 我给你浇点冷水吧 大明风雨飘摇 江山请赴 眼下大明江山危机四伏 朝廷经营边防数十年 可在不久前 满洲八旗军 竟然攻陷了济南府 这正是海内产战斗啊 然汉有天恒 宋游岳飞 我等岂能苟活于乱世啊 忠臣义事 明节道义 是天下间的元气 优优独播剧场上 奸州囚领 赞扬州烧杀强掠 整整十日 血流成河 很快就要逼近长江了 满洲八旗攻占我大明疆土 杀我百姓 前大人为南民江山安危日益操劳 已经病倒了 今天我便斗胆替他来看你们 我不想代表尚书大人 而是要代表南都城所有的姐妹们 跟兄弟们说一声 教师们 拜托 我们会永远跟英雄在一起 生死不离 为全城百姓而战 为父母姐妹而战 保卫南都 保卫南都